如果一个女生说她不想谈恋爱 你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说明女生不喜欢我的呢 那就没有继续的必要了吧 不要灰心啊 虽然不排除女生拒绝你的可能 但其实呢 只要我们会聊天 这种局面呢 就有很大的啊 可能是可以逆转的 接着点赞 做大家关注 接着这里面 我就教会你们 女生说她不想谈恋爱 该怎么逆转 你看啊 女生说 嗯 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哎 上来就发了一张网上卡 是的啊 但是不要慌 女生这么说呢 说明你平时的付出 她还是看在眼里呢 记在心里呢 而且呢 现在不是还没有训定关系吗 我们只需要啊 大大方望展示自己的一个恋爱观 展现自己的一个魅力 就OK了 你看我怎么结束啊 嗯 也没有太好吧 比普通朋友好比起 哎 我们就是一个青春破景 既然女生给我发好人卡 那我们呢 就立马否认 就是告诉你一声 哎 就这一点点好 你就记在心里上了吗 没有训定关系的话 哎 我对你呢 只是比普通朋友防一点点花了 我们先打破对她好的这个前提 然后呢 再见招成招 你看 女生接着人才就问了啊 嗯 平时又是送礼物 又是照顾我的 你的朋友都这么好吗 哎 展现咱们一个 无需求的一个恋爱观的时候到了 你看我怎么回忧 嗯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吧 一呢 是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 至少呢 不套路 有什么就说什么 更重要的是 我们享受相处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呢 哎 没有想过怎么去回报 既然女生担心 我们对她好 是有目的的 那咱们呢 就先打消她的这个顾虑 我们也是给女生发一张好人卡 就不告诉女生啊 我对你好呢 是因为啊 你这个人好 你是值得的 相处的中呢 也带给我了不少收获 所以呢 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我的付出呢 是不求回报的 如果呢 你不懂得在感觉中 营造另一个人的一个情绪 不妨45666 我送一份聊天关系什么时候 里面呢 有个各种类似的女生 聊天的一个全流程 包括如何被女生拉伸关系 调整个情绪 提出邀约 照着聊 你能聊个体调吧 你看啊 女生这个时候就说了 嗯 你好成熟啊 其实我这么说呢 是怕我给不了你想要的 经过这么一个营造 女生呢 就把自己内心的一个政治想法 和故里就说出来了 女生就是怕啊 我们付出了成本 但最后呢 就给不了我们想要的 换句话说就是 啊 怕我们走到最后 没事啊 现在呢 反正好办得多了 咱们打交女生这个顾虑就是了 你看我怎么说啊 你多虑了 心情的出现 让我觉得生活有了光 事实上这段时间呢 我内心是快乐祥和 这么说啊 不仅是告诉女生 我们这段时间的相处呢 是有意义的 让女生的心里呢 感觉到踏实 而且呢 也在夸女生说 哎 你是职责的 我们的相处呢 是合适的 我跟你交流 我内心是快乐祥和的 这不就是 能让女生放一半个心了吗 你看啊 你们这就回来 嗯 你果然很特别 那我们再多相识看看吧 你要聊得哥 你看啊 经过这么一次聊天 是不是局面就已经轻松了你了 而且聊天的主动权 是一直牢牢的 掌握在我国家的手里 啊 那还有什么好难题的呢 不会聊天 找得哥 轻松带你上开车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